小妹妹手牽手 路上狂奔 身上直接穿著電鍋裝 其中一個頭戴米飯帽 另一個頭上卡鍋鏟 超級卡娃威 原來幼兒園近期準備萬聖節遊街 家長自動DIY手作 家長手作公里一流 這回萬聖節裝扮比賽火力全開 實際拿銅廠牌電鍋比一比 把手以及整體顏色超到位 甚至開關 保溫 主飯字樣也統統少不了 超真實 直接神還原 事實上謝媽媽去年也曾挑戰 讓小孩穿珍珠奶茶裝 吸管珍珠通通超到位 前年也挑戰過爆米花戰袍 每逢萬聖節一年一度 家長勞作比賽又開始 今年甚至有家長考慮讓自己小孩 扮成這陣子很夯的茶碗針 年年發揮創意 喬手挑戰 不得不讓人讚嘆佩服 裝備一層層套上身 從雙腿雙手到盔甲 還有各種裝備和盾牌 就連頭盔都閃閃發亮 完美復刻鋼彈人造型 套完裝備還以為是巨型機器人 精緻造型出自南投草屯 這名陳爸爸之手 為了迎接萬聖節 耗費半年時間 用泡棉純手工製作出這套鋼彈套裝 讓小朋友愛不釋手 看別的地方爸爸都是自己做 然後有了小孩之後 那時候想說如果真的萬聖節 自己想要親手做萬聖節 那個套裝就是給小孩 過去就曾學習美工專業 為人父後更不忘初衷 連續兩年打造出小男孩 夢寐以求的遊戲角色 看似簡單的泡棉和道具 其實製作起來相當費工 這裡面你畫圓弧什麼的 你要畫得很準 你兩邊都要畫得準的時候 你黏起來才會夠遠 每天耗費數小時趕工 就是為了萬聖節 能搬出這套吸睛裝備 能換小朋友一個滿足的笑容 但做出來之後 其實小朋友很喜歡 因為他覺得很酷很炫 對啊 跟別人都不一樣 看到這個位爸爸 就很認真做很羨慕 我也希望我小孩可以 就是穿得很帥 然後讓吸引人家注意這樣 兩位小朋友穿上裝備 成為最拉風的網友角色 不過因為去年製作出的造型冷門 沒有獲得第一名的獎項 陳爸爸今年捲土重來 製作出港丹人造型 希望能在今年的萬聖節派對中 為兒子拿下造型獎冠軍 三連新聞 吳昆英是一回 全日羊南投參謀報導